警方进行攻坚 一举查获这一处位于高雄的枪支改造场所 并起出多把非制式枪支及子弹等 刑事局正六大队说明这般经过 现任陈信太阳联盟尊阳会高评会长 因案通气期间 长立于高雄地区并于从事非法改造枪线之行为 与专案期限在高雄地区埋伏逮货诚信犯协 查扣非制式枪支支支弹109颗 模拟枪一支及感造工具一批等证物 另外警方也针对运动赛事六合彩等大型赌博网站进行追查 包括日前在台北大巨蛋举行的棒球牙锦赛 开幕战及冠军战也成为赌客下注标的 总共逮捕了61名组头下注赌支 金额达14亿元 警方也于宜然献破或以田信嫌犯为首的暴力犯罪集团 逮捕祖贤等8人 并以违反枪炮弹药刀窃管制条例 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新发恐吓伤害回损等罪 移送地检署证办 田信犯贤是他具有犯犯的一个身份 经常纠纵之事 吸收小地 长期在宜然地区 涉及多起的一个持家恐吓 压人 砸车等不法暴行 宜然成为地方的一个 治安的一个隐患 本案在收账其背后 也在本月初 对这个集团执行同步的一个查记行动 打炸方面 刑事局也破获多起 假股票投资增诈财案 并循现追查到幕后多个洗钱水房 警方特别说明诈骗集团的手法 提醒民众注意 像是脸书或者是IG等等的这个社群网络 来投放假投资的广告 并且保证获利 我们赚不赔 那等到被害人 点击之后观看之后 那就会将被害人加入到 LINE的好友 还有群组里面 来分享标普的内容 那慢慢的等到被害人 有所心动之后 他就会用骗这个被害人 来连结下载假投资的APP 或者是交易平台 那接下来就会指示 被害人将所要投资的款项 以这个面交的方式 就是交给前来区款的车手 这是警政署在全国同步实施的 数枪扫黑打炸与弃毒 是合议专案 希望全力查会及扫盪选举赌盘 同时打击黑帮暴力与诈骗集团 有效维护选举资安 这次的成果 从上面的数据来看 是相当的丰硕 那我们无非就是要让我们选举 能平安平顺平稳来进行 那接下来 我想会危害国人最重要的是犯罪 就是诈骑案件 那诈骑案件 今天在行政的自然汇报里面 也专案来讨论诈骑案件的相关的一个 执行的一个成效 以及执行的一个策进 那我们警政署也要求各县市警察局 从险前这个礼拜开始 到险后对诈骗集团要全力动员来 接下来扫账 这项从12月6号到12月15号的查击专案 总计查获枪械68支 改枪场所删除 自评专案69件 包含竹联邦等帮派分子 436人 诈骑264件 并查扣账款9102万元 赌博案696件 赌支3526万元 其中选举赌盘有188件 232人涉及 记者张琪腾 台北报导